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在我的内心里面 全世界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把心量打开 视野打开 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好好地把中华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 学好 用好 把它发扬光大 让全世界的人都受益 来促进这个世界的和平和谐 这个世界真的非常需要中华老祖宗的文化 智慧 这种和谐天人合一的理念 未来的世界非常需要 好 我们进一步来探讨 道法自然论教育 现在是来分享 假爱 错爱 真爱的下集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亲子之间常见的错爱 逆爱 宠坏 不要做加持 只要成绩好就好 严格要求与规范 要掌控 要主宰 要小孩学很多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亲子之间常见的错爱 有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溺爱 宠坏 就觉得小孩子 他们还小了 不懂事了 他们还不会了 所以样样事情 大人都帮他设想得很周到 然后小孩子不用做 就这样 样样事情大人去承担起来 所以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他就变成 你只要读书就好 成绩好就好 多学几门课 你的才艺比别人好 这样就好 结果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家事不会做 不洗碗 也不洗衣服 不扫地 家里的事情 水电 怎么坏了 坏了就请人来 自己也不会维修 需要盯个什么东西 自己都不会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 父母亲一直用溺爱的方式 这种溺爱就是认为 小孩子不会做 都是大人在帮他做 第二种就是 你不用做事 你就只要好好读书就好 结果就把小孩子 渐渐变成为 被多分 考试成绩好 这样就好 要背很多的资料 背很多的资料 然后只要你会考试成绩好 这样就好 把小孩子训练成为考试的机器人 所以这个就是这两种溺爱 一种是不做家事 只要成绩就好 一种是严格要求 规范 这种严格要求 规范 往往父母亲 如果是知识分子 或是又从事教育的 这个对小孩子的 要求就越高 越多 结果让小孩子都形成了痛苦 不是痛苦 不然就是被溺爱 到了大学毕业 家事不会做 好 我们来看 溺爱掌控 错爱的情况 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鸟看起来 蛮不错 也很漂亮 然后看起来 它们都好像还蛮健康的 还蛮漂亮的 看起来 好像也还蛮自由自在 为什么健康漂亮 因为它们吃得好 喝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你看 随时有人喂食给它们 看起来没有关在鸟笼里面 看起来也没有被练锁练住 好像还蛮不错 来 请大家再仔细看更广大的范围 不要只看到 好像不错 有吃有喝有穿 什么都有 我们看看 它们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大的鸟网里面 这个网大概两三千平米 所以你进到这里面 这些鸟都可以跟你近距离的接触 当然不错 这是动物园里面的一个场景 看起来可以跟人比较接触 但是我们要了解 这些鸟在这里面 有吃有喝有穿 反正它们生活条件都蛮不错 但是它们能不能自由自在飞翔 没办法 就是这样 我供应你很好 吃喝穿的什么都有 把你照顾都照顾很好 看起来好像你能够飞 能够跳 但是你就跟广大的天地是被隔开的 你就在这样一个往事里面生活一辈子 我们来看 这是放风筝 大家都清楚知道 这是在放风筝 放风筝里面 我们也玩过 也玩过 但是你要去体会一点 体会一点 来 这个就好像父母亲的手 这个风筝就好像 什么 好像小孩子 或是你所爱的挚爱 你都会用着有形无形的线 把他牵住 把他牵住 小孩子已经读到大学了 你还是一样 放不下心 经常就是牵挂东 牵挂西 经常要他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做 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所以你都一直的在过问着 表面上好像都是为他好 但是这个小孩子 他一直 经常就是感觉 就是被父母亲的线 遥控着 掌控着 要做什么决定 小孩子做不了决定 都要父母亲 帮他做决定 本来是可以自由自在 飞翔 但是 就是被 操控着 如果父母亲 没有好好学习 成长上来的话 这好像一个 天才小孩子 就会 父母亲 一直的 用五行的线 把他拉着 掌控着 我为你好 但是 让这个小孩子 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小天 二十年成长季的 里面的 小孩子 他本来就是个小天才 本来就是素质 非常好 但是 父母亲就是这样 一直的放不下心 掌控着 结果到后边 这条龙 他要飞 但是飞不起来 到后边 只能够在 父母亲操控的 范围里面 在那里表演 在那里 飞给 父母亲看 就这样 你的小孩 就像老虎 这样的 能力 强壮了 但是你觉得还不够 我的小孩子 要加上翅膀 让他飞起来 人家说 如虎天意 那个是更高档 我的小孩子 还是只是 苦的这样一个级别而已 不行 儿子 赶快 插上翅膀 飞吧 就是这样 劣劣 劣劣 这样的 你小孩子 他已经有 他的特殊 才华 天分了 但你觉得还不够 还要他 怎么样 结果这个小孩子 又要 跟那些鸟 在那里 比 比飞来 飞去 这小孩子 他会被训练得很痛苦 本来是海中的鱼 水中的鱼 但是你觉得不行 人家鸟在天空中飞 你把你的鱼 你的小孩 把他抓起来 你要空中飞 掌控 就是这样 小孩子 为什么我们 不能够 英才失教呢 这是要告诉我们 每个小孩子 有他的天分 有他的特殊 才华 才能 为什么一定要 考试成绩高 才叫做好小孩呢 为什么不让小孩子 他的天分 能够好好地发挥呢 好了 如果说我们玩游戏 玩一玩 然后我们 清楚知道 这只是玩游戏 这样就好 但是 现在是要让大家 进一步深入去体会 我们很多情况都是 没有尊重小孩子 他的天分 他的擅长 我们一直 用大人所要的 那个来要求小孩子 就好像说 他已经是一个 他的级别 已经是像老虎 这样的级别了 能力强壮了 但是你还不满意 还要他装上翅膀 本来这个熊猫 他已经是国宝级的宝贝了 你还不满意 你还要他飞起来 来 这里就是在 让我们为人父母了解 为人父母 经常只是 还不满意 不满意 小孩子 你应该怎么样 要怎么样 结果这小孩子 就被要求得很痛苦 如果说小孩子 他的个性脾气 就像骆驼 你就觉得 你这个骆驼 太慢了 又不会飞 不行 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魔鬼训练 把你训练成 灰灰 好了 去参加魔鬼训练营 结果 也硬是要让这个 骆驼本质的 才华的这种小孩子 让他要飞 他会被要求训练的 很痛苦 你是很爱你的小孩 你是一直 我努力打拼工作赚钱 就是为了栽培你 但是你有没有尊重 小孩子的才华 有没有尊重小孩子 不同的特殊 才能 才华 有没有尊重他们 一般父母 往往都是 忽视小孩子 本身的才华 忽视小孩子 本身 他的需求 往往都是用 大人的价值观 来要求 好了 希望大家 你学到智慧之后 如果你学到智慧之后 好 玩风筝 这是玩游戏 你可以轻松快乐地 玩一支游戏 多彩多姿 多彩多姿的人生 但你不会用你的五行的线 来操控你的小孩 也不会让你的小孩 去做他不想做 没兴趣的事情 好 这是亲子常见的错爱 希望大家能够 真的好好地深入 体会对比 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用错爱的方式 把我们的小孩子爱成 很痛苦 到后面形成 种种问题出来 所以前面讲过 错爱让儿成造欲证 真的 这个就是因为父母亲 他没有学到 怎么样用大爱 真爱来对待小孩子 他们是很爱很爱 也拼命地工作 赚钱 就是要栽培小孩 问题就是 就好像 这个小孩子 他本身已经是老虎 级别的这样的能量了 你还要 一直 把他抓入魔鬼训练营 然后要让他 长出翅膀 这个小孩子 他就会被 挤压得很痛苦 最后面就畸形发展 所以为人父母 真的要虚心学习 为人父母 要学习尊重儿女 真的要学习地尊重儿女 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 从婴儿时期 就要学会尊重他们 但是不是溺爱 不是溺爱 当然这个父母 要有智慧 子女要学习 和父母来沟通 子女也要学会 和父母来沟通 如果 你是类似 剧种小孩的处境 请原谅你的父母亲 他们不是故意 不是恶意 不要仇恨 不要叛逆 他们也是新手上路 还没学会真爱 还没学到道德经的妙智慧 请你邀请父母一起学习 或自己先学 再用智慧 与父母沟通 表达 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 为人的父母亲的父母的父母 他之前没有学到这些智慧 所以往往都造成小孩子很多的抑郁痛苦 很多小孩子他真的他内心身心也是一样感受到很多的压抑痛苦 但是请不要仇恨 不要叛逆 请原谅你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不是故意 不是恶意 真的 为人父母 他们也都是要爱抑小孩 栽培小孩 只是他们还没有学到 什么是大爱 什么是真爱 不管是大爱 小孩 大家真的要一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互相交流 拔好的讯息 帮助更多亲戚朋友 让他们能够学到 自己当然要勉励自己 我们先学好 如果你是小孩子的话 你也认真学习 学了之后 一方面原谅自己的父母亲 一方面也跟父母亲来沟通 希望他们也能够学习 所以真的 这个就是要虚心学习 让自己生命 无限可能的成长上来 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是我的世界的源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现在播种什么 将来就收获什么 学会用智慧去沟通 你就能带来 自己与家人幸福快乐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人你在成长的过程 因为之前也受过父母亲 对你们用所谓的错爱的方式 爱得很痛苦 所以有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亲还是一种怀恨 但是前面这里就是跟大家勉励 就是要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故意 不是恶意 所以自己如果你是小孩子 或是受过父母亲过去这样错爱对待 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化解 不要等父母亲他们学会之后 然后来跟你重新来道歉或是重新对待 那个很多是不切实际 我们自己先学会爱护自己 照顾自己 学会化解自己的心灵里面的痛苦阴影 然后也跟父母亲跟他们沟通 回馈他们 让他们能够学到优质的文化 学到智慧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希望大家要学会 不管过去我们是怎么被打压 压抑或是痛苦 我们都可以从现在来改变我们自己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然如果我们过去用错爱的方式对待家人 让他们产生痛苦 或是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 也是一样 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自己 从现在开始学会真爱大爱来善待 该道歉的我们也去道歉 然后让这整个气氛磁场 一天一天的改善越来越好 什么是真爱 我们这样用这些资料 协助大家去了解 你们就可以逐渐的了解清楚 什么是真爱 什么是错爱 什么是假爱 当你清楚了解之后 你就会提醒自己 或是你在不知不觉 在走向错爱的时候 你就会警惕自己 要调整改进 我们要向大自然学习 大爱真爱 道法自然论教育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向流水学习 向太阳看起学习 向大自然学习 这个就是道法自然 太阳 比如说 它就像一个当爸爸的 或是当为人父母的 为人父母 他把他的生命 能量 普照出来 爱护这个家庭 经营这个家庭 爱护小孩子 你看地球上的 所有的植物动物 承受天地父母 这样的一种能量 呵护爱护养育 所以这些五股蔬菜水果 就能够成长成熟 这个就是太阳 它所在示范的 就是所谓的真爱 大爱 它把它的生命 意义发挥出来 把生命的能量 发挥出来 照顾 养育 化育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 让大家 能够健康 快乐的成长 让大家可以 结出很多 累累的果实 天地父母的养育 爱护 所以 我们才能够 有各种的能量 各种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学习 天地是怎么样 在展现所谓的大爱 太阳 默默 默默 掌养 化育万物 让五股丰收 国泰民安 这个就像 为人父母 我们怎么样 学到 这样的智慧 夫妻的相处 也是一样 学到这样的智慧 我们怎么样 对对方 有益 利益对方 让对方 感受到真爱 让对方生命 更丰硕 不带给对方 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这个就是 大自然 天地在 视线 什么是真爱 什么是大爱 天地的化育 化育出很多的食物 成果出来 然后养育 众多的动物 还有人类 天地的化育 让我们可以 丰收 五股丰收 这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的生命 意义发挥出来 能够做 利国利民 利益天下 苍生的事情 它是有在发挥 它的功能出来 在利国利民 利益天下 常生 但是 这些成果 就是 成就你 而不是去 掌控你 不是去主宰你 所以我们要学会 什么是大爱 什么是真爱 你会看的话 真的 道法自然 大自然 处处都是在 示范 视线 你不要说 那个不切实际 你认为不切实际 但那是 每个人生命成长 心灵成长 要走的方向 目标 你越朝向 这个方向走 你就越容易 得到幸福快乐 如果你 不学 你背道而驰 一直用自我 小我在运作 后边 你就会有 很多的冲突 痛苦 等着折磨你 所以我们要 向大自然来学习 学习真爱大爱 协助解甜美的果实 无条件 无所求 成就他人 我们能不能有 真的这种 胸襟肚亮 爱他 成就他 然后让他 就好像 让小孩子 让他做生命的主人 我们是给他 精神的支柱 实质的支柱 协助他 但不溺爱 然后让他 敢于 有信心 敢于去 去床 去创造 去接受 风霜雨雪的历练 是让小孩子 做生命的主人 让他选择为主 除非他有 有求父母来 给他意见 不然的话 让小孩子 尽量让他 做主 让他去发挥 协助小孩子 或是协助我们 所爱的人 让他生命 更丰硕 有更多的成果 但是 我们 不主宰 这就是真爱 这就是大爱 历史上的 历史上 工程 工程而扶居 这就是人类 要学习的方向 人类的文明 要提升的方向 来 我们来看这个 你看看你 又爬栏杠 你别喊这么大声 别人以为叔叔在做坏事 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慌 先把它录下来 万一这事有什么意外呢 我们还有证据 对吧 来 宝宝乖 一只梅花鹿 被铁丝王缠住了 别喊了 应该没有受伤 你这叫得我汗得出来了 马上就好 好 OK 你跑慢点 别摔一次 通常母鹿就在附近 你们看 他往马路边跑去了 小鹿 好 小梅花鹿 找到妈妈了 你跑过来干什么 以后跟着妈妈 不要乱跑了 爸爸不用这样 以后呢 爸爸就乖乖乖跟着妈妈 不要去树林里翻篮杆了 懂吗 好 爸爸乖 给你点赞哦 好了 爸爸再见 你们说他会改吗 我们看看 后边这一只小梅花鹿 他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懂得感恩 灵性很高 你看 他知道这是救命恩人 所以他自己就跑回来 跪下来 趴下来 感恩这个救命恩人 然后 这个救他的人 跟他沟通 他都有回应 都有回应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万物都有灵 不过这一段 是让大家看 我们对他们 对这个梅花鹿 你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一样 用爱心来帮助他脱困 我们爱他 让他减少痛苦 让他能够恢复自由 而不是说 好不容易 我遇到这样的机会 把你逮回去 烤了 而是真的爱护他 他有困难 我们帮助他脱困 我们不主宰他 然后让他能够自由自在 这就是一种 真爱的回馈 奉献 好 那他一样 这个人帮他解困之后 他跑走了 跑走之后 结果没想到 这只小梅花鹿 竟然跑回来 来跪下来 感恩这个救命的人 多温馨 多懂事 这个就是爱的世界 爱的流露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给我们纯净清醒的空气 你是一朵花绽放的奇迹 一万年轮回这芬芳的四季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雕像鱼儿属于水 鸟儿属于天 白属于大草原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就像风吹浮丝林 云润的梦田 共存共生才有 和谐的家园 大闹火船 火热雨水 国内提安 许天火灵 着曹林 adjective 香蕉